歡迎收看今天的台灣新思路 節目一開始我們要談的跟軍事有關 背景是在2024年的9月30號 美國總統拜登卸任前大放送 批准了對台灣提供5.67億美元 折合大約新台幣179億的軍援 這是美國對台灣史上最大筆的軍事援助計劃 但是幾乎同一時間 美國智庫的一份報告卻指出 美方也激欠了台灣價值高達台幣6554億元的軍售 是還沒有交付的 於是我們台灣應該思考的問題是 我們能靠科技自己打造武器嗎 事實上在2023年 台灣的武器自製率已經達到了64% 但有一些關鍵零件 還是掌握在軍事強國的手裡 導致我們只能處於被動地位 但是在未來或許有一項技術 能夠反轉劣勢了 那就是3D列印 這是一個曾經被視為泡沫化的產業 而這個故事我們也將揭露 台灣是如何拿著被美軍淘汰的軍武 靠著3D列印重新復刻製圖 不但能打造出高端的軍武航派 甚至連火箭都能映出來 我們想像我們就是這樣一層一層 掌握劇 這樣的技術其實只用在太空 只用在火箭其實是很可惜 原來其實已經慢慢從航太 用到秘材 工業應用 來來回回 橫向移動 雷射光束像在金屬鐵板揮澡作畫 看色毫無規律 自意跑動 金屬粉末被極熱極冷 柔融又明解 粉末也金層層堆疊 從鈦格金到鋁格金 罕見金屬烏合金到面格金 金屬粉末點線面 連成立體 點點滴滴 發第二期 我們主要是產品出來的時候 因為它的極熱極冷會有一些內硬力 這一台包溫爐的主要目的 就是對它去做硬力釋放 像以太陽金來講它就需要 就像一條橡皮筋 當皮筋被拉開 就會產生硬力導致變形 而金屬在製造完成後 不同材質的工件 多多少少也會產生硬力 800度高溫緩緩升起 持續一個小時 退火就是讓金屬內的原子 充足排列 增加柔軟 延展和韌性 避免變形 成品耐用度更加優化 8000度高溫 限切割 讓弓箭從底板脫離獨立 經過後處理的細緻研磨 3D金屬列印的加法製造 成了鞠躬狂態 複雜的引擎 一大吉方 這個是我們母集團 在用在火箭上面的噴嘴 那它的名稱叫做 Kurinado 是一個冷卻噴嘴 那它這個強項 為什麼一定要用3D鏈印 可是它在這個裡面的內結構 它是呈現一個倒勾型的 像J字型 那這一個你在傳統加工的話 它可能會是裸露在外面 那不僅增加了外面的組裝的 進手性的自愛程度 甚至在焊接組裝 有可能都會因為彎折的地方 而產生缺陷 紫色光束槍在物件上來回移動 電腦頁面就會出現物件的內外輪廓 逆向工程讓不少月戰韓戰 甚至二戰時期絕版軍武零件 建模復刻 因為逆掃我們可以針對一些 國防性的商品啊 或是一些老舊的零件 消失性商源 然後去做重新的 因為老舊的零件 可能並沒有塗檔 所以我們可以用逆掃的方式 讓這個商品有塗檔的產生 那我們有塗檔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3D鏈印 或者是CNC的方式 然後來進行製作 然後把這些商品重現出來 那開模的話可能會造成 很多成本上的損失 而且開模出來的東西 它不一定是精確 等於是我廠商可能會需要 重複開模 然後去進行製作 對那在這一段上 可能會有很大量的成本 復原設計圖檔 再靠3D金屬列印 罕見的零附料件 絕地重生 3D列印雖然行之有年 但如今技術大突破 運用在高端軍武航太 已經爐火存清 這個也是放在我們火箭上面的 一個分流器 那以傳統製造來講的話 它必須分很多段 這邊彎折 這邊管件 這管件下面會連接到外面的噴水 所以在這組裝上面的話 不僅會分到 第一個這邊要焊接 這邊要開一個模具 這邊也要一個模具 那以3D鏈印的話 我們一整盤一個月可以產四支 我們傳統的家中 會限制我們的設計的發想 那金屬列印來講 剛好跟傳統家中是相反 我們一層一層的堆疊起來 是把藥的留下來 那再者因為一層一層堆疊起來 所以我們比較容易去做 複雜的形貌 特別是內部彎彎曲曲的流道 或者是一些各種的交錯結構 這些都是傳統沒辦法去做的 把多年前就擁有的3D列印工法 套用在量產軍武航太次系統原件 背後的推手是他 林德耀 從英國博明海大學 取得博士回台後 就在工研院做技術研發 他鑽研3D列印 透過鎖學 讓其中以上的不同材質金屬 做成形貌複雜 且容易失敗耗損的稀有零件 他被高興研攬 替台灣第一間民營火箭公司 專門打造航太規格工件 更被中科院和想象中 成了軍工零件的供應商之一 67年前其實有一波3D列印的熱潮 讓他衝到頂端 實際上這個是大家比較熟知的一些桌上型 塑膠 觀念其實都還是打樣 或者是公仔玩偶等等 當這樣的桌上型被 學校研究班位 Fill Zone開設計者創作單位 所以他就比較覺得說 好像3D列已經特別化 但實際上從我們在 科伊金屬列印的角度 它其實是一直持續在緩慢的成長 那3D列印設備 其實現在已經從早期 可能只有貴瑞數字的打樣 其實已經走到至少是CNC等級的量產 工廠內機密廠方區 大量金屬3D列印機 正在替韓國手機大廠 打造鈦合金的摺疊機剿裂被蓋 摺疊手機光是開合 得多達數十萬次 往復運動頻繁 耐用堅固與量產 成了他們殺出重圍 拿下訂單的自身關鍵 我們在這整個盤面 這一個我們號稱叫做 我們把名稱叫做八百壯士 因為它又是鈦 殘酷加工上面 它會一個非常對於刀具的磨損 甚至時間是一個非常繁雜的一個時段 那當然不是因為列印而列印 而是怎麼利用這些特色 去把原本的產品的效能提升 一開始我們剛才在提出 這樣的技術可能取高得寡 只能用高檔的唐鈦 現在有一些手錶的錶封 像Apple Watch或者一些表光的廠商 他們已經導入就是利用泰銅金 來做這樣的一個量產商品的東西 金屬3D裂印製造工材 如今突破大量框架 從高不可攀走進你我日常生活 如今林德耀帶領的團隊 號稱是台灣實戰第一的 金屬3D裂印零件商 不僅布局澳洲日本 更朝向南亞繼續拓展 尖端技術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一樣 是跟軍力有關 但不是武器而是食物 您當兵的時候 有吃過這樣的軍用罐頭嗎 招牌的軍綠色罐體 上面標註著國軍兩個大字 當中最知名的口味叫做紅燒牛肉 最早是配給外島兵使用 但是隨著時代改變 當年的軍用罐頭 早已經走進家庭 甚至風靡整個露營界 而接下來我們將帶您走進 極少公開產線的軍糧罐頭場 帶您來看看這些軍糧罐頭 和野戰快餐是怎麼做出來的 還是當過兵的台灣的男子漢 這個最難以為好的軍中的滋味就是這個 前線有時候颱風 惡劣的天氣不及不上 沒有肉可以吃 這個就最好的 就放在倉庫 啊 就拿出來用 堂堂國軍兩個字 如果您有當過兵 不管老還是少 異物議還是志願議 軍用肉罐頭 三軍將士們 都有屬於自己的獨家記憶 您以前在部隊的時候也喜歡吃 不喜歡吃 我們只是只要 聽說今天夜行軍回來了 啊 吃的是牛肉麵 但是心裡是滿心的 夜席操練 週末加餐 回不了家的孤苦辛酸 香噴噴的牛肉大餐 成了十斤下的一縷麵響 更讓曹明生從年輕一路吃到老 當初是以溫飽為主嘛 豬牛肉為主 那精進啊 後來還有些副食品 令人吃家流香 難以忘懷的肉罐軍糧 到底有何種秘方 我們穿戴完整防塵衣物 經過重重消毒關卡 來到罐頭口糧的製造產線 鮮少公開在鏡頭前曝光 因為過去 這裡可是軍方 極機密的糧倉種地 好香耶 這個味道 這是牛肉的味道啊 場區熱氣蒸騰 香氣扑鼻 帶來試著嗅覺 雙重夾擊 而今天製造的 正是鼎鼎有名的 牛肉罐頭 罐頭要好吃後 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你的原料要新鮮 第二個你的製造 你怎麼噴出 看更加了哪些調味料 我們煎的牛肉是很快的 絕對是完整 或是瘦肉 我們煎的長條是 方便等一下切割 精進的切割 這倒是牛煎心 對啊 這真的就是煎脂肉 堅持傳統使用上選牛煎心 因為這是一甲子來 軍用肉罐頭 必須且不能變的唯一食材 哪怕如今發甲 七八十歲的老軍官 再吃一次 還是吃得出 這是原味 洗去牛肉血水 燙燙二十分鐘 長桃牛煎心已經縮成文圓球狀 前方忘記一天得處理 至少六頓牛肉 集氣切割 每塊肉設定切成 兩隻大拇指頭的大小 因為肉塊太迷你 國軍官兵 怎麼能 大快多一 牛肉的養分很夠 對一個疲憊的戰鬥員來講 很容易補充它的主力 湯汁當然是 低口味的需求來做調整 當然中央跑不掉 一定要壓味 要提味 湯頭有需要用牛骨去熬嗎 我們這邊 當然會有放大骨去 這個湯汁都已經調好了 調好了 直接會加在蛋裡 這個口味跟軍用肉罐頭的口味 是一樣的嗎 一樣的 完全一樣 調掉雜汁浮沫 一鍋是牛骨湯底 一鍋是紅燒濃縮原汁 自動抽送系統 外架填充設備 用來解決人工過度觸碰 產生不必要的交叉污染 這些自動化填充設備 都是曹明生接手食品廠總經理時 手把手的助手改善 砸下近三千萬 把整個廠區改頭灌面 還積極布局海外市場 我們這個標準是全球最高的 一定要以實際進 你口味再好 人家與法廠 像口味的病單 你美國 你日本 就先進大家 看看你的產線 更多標準 在這邊 高溫殺菌有兩個目標 第一個是殺菌 罐頭安全是因為它沒有細菌 才要徹底殺菌 第二個是把它弄成煮熟 再煮熟 因為剛剛沒有煮熟 我沒有煮熟 120度左右的高溫殺菌 讓罐頭使用安全不渝 之所以罐頭在軍隊伙食 人佔一席之地 因為它方便運送 利於保鮮 尤其部隊演戰環境惡劣 哪怕罐頭外觀才錯 但內容部依舊可食 罐頭做好之後 你一定要常溫的保溫測試 要10天 因為罐頭的製作過程 如果說有轄车 風灌不完整 或是破罐 破包之類的 都會在一個禮拜之內 都會顯現 各種罐頭製造技術 是一夾子的經驗積累 打從民國53年起 這裡可是歷史國防部 聯合後勤司令部管轄 除了第三軍打造不同需求的 戰備糧食外 還肩負國共的政治作戰任務 過去在金門媽祖 在心理作戰的一個階段來講 都是用我們公司的罐頭 餅乾都有 所以你到福建那一帶 就跟一些老一輩子人講 它都還有這個記憶 空飄還有海飄的 就隨著浮飄就飄到對岸去 1950到60年代 正當中國還處於大藥禁 與大饑荒年代 肉罐頭 魚罐頭 甚至紅燒獅子頭 鏟住攝取品 成了最好動搖 中共明星的心戰工具 當年這裡 就得供應單一品項 一年一百萬萬的軍用罐頭 像很多人 我沒有吃過啊 我就問他在那裡當兵 我在成功林 我在台灣 我在某某基地 我說你當的是爽兵 當時沒有啊 談笑言語還帶有軍人齊襲 可能想像曹明生挑起 罐頭場總經理 已經超過17個年頭 過去他曾是原住民中 第一位晉升陸軍少將 到排灣族勇士 曾祖父更是屏東牡丹的 部落頭目 軍隊生涯 歷練雜實 更長時間駐守金門前線 民國96年退役後 他奉退府會之命 成了官派食品場總經理 他深知身為第一線軍官 多麼需要靠吃 補充體能 但從軍旅到經商 尤其民國100年 全民運化轉變 是他迎來最大的挑戰 當然從排長一直歷練到 隊伍這三十幾年 是經常換不同的環境 那個時候是當一個幹部 軍中的幹部是沒有適應的問題 因為這是你的專業領域 可是你的專業領域 從軍中轉化到 轉化到民間企業 當然最大的就是自己的心態的轉變 之前就先了解 企業的經驗 再看書 不同的地方 你是從幼稚園開始學 不懂就要問 就要不此下文 不要以為自己高高在上 好像把自己 先問你的部署 好像很丟臉 不可以有這種關聯 軍用罐頭的輝紅戰績 早已成了歷史一頁 罐頭廠如何翻轉命運 曹明生用燕子 比喻入境身份 國營企業呢 因為它是吃預算 但是呢 民間企業不一樣 它是個燕子 沒有人養 它要自負盈虧 所以它要去努力去賺錢 來養活自己 靠多年幻頭士兵場的製造經驗 如今曹明生帶領團隊 繼續替國軍打造更先進的軍用快餐 更多角化經營 開發羊肉爐 花椒雞等國護年菜 它嚮重OEM代工 把台灣的滷肉燥 做成量產罐頭 軍用罐頭廠 如軍吞去榮裝 退役老戰將 迎來代工新人生 接下來我們要帶您看 台中是製造業大粉營 但是一直以來非常低調 又文明世界的隱形冠軍 就在這背後 默默撐起了榮耀 尤其是這一群 有著職人精神的幕後英雄 接下來我們就要帶您前進 世界頂級弓箭 與CNC分度盤製造商 來看看他們是如何把 數十年如一日的工作 能夠做到出神入化 拉弓放箭一氣呵成 折殺傷力如同手槍的複合弓 從台灣走向全球 拿下美國試占前三 弓幣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零件 那再來就是弦線 它必須要去承受這一把弓的整個張力 對如果弦線有問題的話 它就會造成斷掉 那就可能消費者會 對消費者造成傷害 只見經驗老道的師傅們 摒棄您神的專注在手中色線 因為它試著 從這千四萬里中 裏出頭緒 才能將六十萬條到八十萬條的纖維 集結成數 那我們怎麼樣在 磅數還有機構的一些設計 跟弦線的搭配 去展現出這支產品最好的一些色素 跟表現 這就是我們的產業的一個know how 因為弦線的安全係數 它要求的非常高 所以我們是直接從美國進口 所謂的類似防彈衣的材質 對 那去確保它的安全性 對著鏡頭侃侃而談 又難掩害羞神情 正是這個強大軍火庫的創辦人 蔡成穎帶著我們一推這個神秘產業 我們現在這個部分其實是 一支工最關鍵的能量的來源 工幣加滑輪就對了 對 也就是我們複合工 最重要的一個核心的一個部分 細細點量著手中弓箭 蔡成穎大學時期念的是縫甲外文 誤打誤撞進入了弓箭工廠當業務 沒想到嬰兒開啟她的創業夢 甚至不惜放下婚約 當她決定說她要創業的時候也是 她也是有好好跟我溝通 那我聽到的時候覺得 好吧 那可能我也賭一 也不是賭啦 我就相信她 我堅信她會娶我 所以我相信她會娶我 那我們就好 那我們就先創業之後再來機會 孤朱一職將全副身家投入創業 從樓學習工廠業務 蔡成穎與太太楊子儀用九年時間 把一開始的機人團隊發展成年一收四億的百人戰隊 卻曾因為產品安全疑慮 倒賠了兩三千萬 在那個時候真的滿煎熬的 而且我覺得我在那時候腎上腺素 跟那個心臟應該破表 因為沒有遇過啊 先疏離一下我們自己的情況跟情緒 然後就開始盤點說 客人說那個情況是不是發生的 所幸夫妻同心 其力斷金 兩人帶領的團隊很快從頭來過 並且發揮在地優勢 讓開發新產品的週期可以大幅減少 如果是以一個比較簡單性的一個產品 我們大概在上個月就有辦法 就可以做到量產 如果是以美國當地他們在研發的這個時間來講 相對來講他們要花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因為他們對於一些零件啊 或是打樣的這個部分 他們的聚落沒有像台灣 或是台東這邊那麼完整 所以他們就要花很多時間 跟他們的供應商去做溝通的一個部分 向眾台中完整產業鏈 可以及時補上產品不足之處 加上蔡成衣與楊子爺 都是畢業於鳳甲大學 因此兩人決心要在台中生根 就是說它當然要發展出一個 所謂新的一個機械設備的時候 裡面的馬達 裡面的齒輪 裡面的皮帶 裡面的電力的線的緊張 裡面的一些機構設備的所謂的架構 都是在台中來生產 所以它裡面的這些機台設備 我們可以說九層都在台中來發展 所以當它一離開台中的時候 它必須面臨到說 它跟這些九層的工藝商是加大距 那與其加大距它不如說 那我跟這九層的這些工藝商 更緊密地靠在一起 而同樣順勢而為的 還有出身屏東 卻在台中落腳的分度盤大王烏明喜 總是要出外找頭路嘛 對 找機械嘛 對 在我們的中部科學園區 引進大量的所謂的機械設備 還有新的製程 那這都需要大量的後勤支援能力 來讓這些產線能夠運轉 所以我們發覺就是 在有關高科技方面的工程技術服務業 在台中是滿蓬勃發展的 來到這個不曾來過的地方創業 吳明喜先從製圖原作起 在那個沒有電腦繪圖的年代 用一支筆一個舉 畫出他心中的雄偉藍圖 其實我上次有想過一個方式 這個可以交在這裡 歐倫 我們畫圖畫了三年 後來創業就做特殊機械 客製化定製機械 就是客人要有什麼機械 他跟他說 譬如說他要生產這個 渦輪圓圓圓的連接感 那個就需要專用機 專門接單生產的是冷門機械 吳明喜在這個過程當中 累積豐富的實戰經驗 最後選擇以分度盤 作為事業的決勝點 你的您家的冷氣機 它的出風會上下擺動 其實它也是一個極限的角度之內 一個調整擺動 這個也是機構的運作 其實也等於是分度的作用 搭上自動化浪潮 分度盤可是其中關鍵 能夠取代人力 快速精準的 將機械構建 調整到完美角度 提高先進的加工技術 讓製程不需要額外的上下料 或是換機加工 這個一樣也是做精密零組件 那其實有時候你去看德國的 德國這樣的類似的設備 它大部分都會秀 類似這麼大概是300mm左右的 一個歐倫散葉片 其實那種東西大部分都用在金五行 金五工業 那個火箭發射的那個 推進的螺旋葉片 所以這個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功能跟精度 從弓箭到翻渡盤 是他們讓冰冷機械 注入滾燙的職人精神 才賦予精密的定義 而台中讓這群文明世界的隱形冠軍 協議裡的才華得以盡情揮灑 接下來要帶您來看2024年 大家討論度最高 全球最夯的原物料 它就叫做黃金 自從以哈戰爭爆發以來 金價就一路的往上飆 我們就來看看黃金收盤價的趨勢圖 截至2024年9月份 每盎司的黃金價格已經飆到了 2670美元的歷史新高 即將碰觸到2700美元大關 而台灣金價一年的漲幅 甚至突破了三成創下歷史新高 跟44年前相比 大漲了超過200% 而這個漲勢也反映出了一個現象 大家面對不穩定的局勢 傾向希望能持有貴金屬 而這個貴金屬最大的價值就是在於稀缺性 不過黃金比起其他同類的資源 具有一項獨特的優勢 那就是它可以回收和循環再利用 尤其是來自你我身上的內部手機 根據英國BBC的報導 一部智慧型手機可能含有0.034公克的金 0.34克的銀 還有0.01公克的靶 以及非常非常少量 低於大概千分之一公克的白金 但是只要積少就能成多 如果是100萬部手機 就可以產出將近有16噸的銅 350公斤的銀 還有34公斤的黃金 以及15公斤的靶 但是問題是 電子產品當中的黃金 該如何有效的融出呢 台灣過去因為技術受限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有效的提取 這些電子廢棄物當中的貴金屬 但現在有人是專門研發出來了融劑 可以把這些附著在IC晶片當中的黃金 先融出再進行燒結 讓廢金屬循環再利用 這是怎麼辦到的 帶您直接現場 氣質的電子廢棄物送上輸送袋 準備進行裁粉破碎 距離粉廠只剩最後一里路上 卻出現生機 他把壓縮機拿下來以後 剩下的B箱就會往這上面去走 後面這半部呢 一個人都沒有 全部都是自動化 OK 那自動化的地方 才是真正我們城市礦產 在挖礦的地方 把這座電子粉廠當做城市礦賣 全台最大的廢電子回收處理廠 總經理隨學光正準備在垃圾中絕金 我們的東西會分得比較純細一點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家的銅跟鋁是分開的 那相較於其他的銅業呢 這個部分我們是比較細緻一點 每個月回收4萬台電子產品 對他們來說等同買下原礦來開採 以廢棄的家用電冰箱來說 其實從骨到肉都是飽 可以解離出38.6公斤的鐵 9.0公斤的塑膠 還有不少銅跟鋁 你一個冰箱 它已經把所有的物資 全部集中在那個地方 不像我們去挖礦 它可能還有90%是石頭 對吧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副礦 2019年全台電子廢棄物回收量 達到22.1萬公噸 回收率達到64.07% 雖然遠高於國際的17.4% 但票量數字背後的真相是 真正被開採留在台灣的城市礦賣 僅僅只有兩成 其他八成有價值的金屬 或於台灣沒有高階技術 全被賣到國外處理 如今台灣產業需要的貴金屬 大多都還是得以來進口 而只見工人們不斷悄悄打打 細分出傳統電視裡的各式零件 尤其是這塊電路板 含金量可是不容少去 來到土城的這家新創公司裡 他們將回收而來的電路板 放入滾桶之中接著清洗 再放到特殊隆記當中準備掏金 我們首先先將電腦主機板 拆解下來的部分先進行剝錫 零件掉落下來之後 我們再把IC篩選出來 再從IC裡面去提取裡面的黃金 而所謂的金就藏在生活中 使用的電子用品中 看看電路板裡頭一塊塊黑色卡夾 裡頭的IC晶片 竟能提取純度超高的黃金 如果你今天處理的是像硬碟板的話 一年如果你300個工作天 那如果今天主機板 用每噸500克來算的話 大概可以處理到150公斤的黃金 接著將處理完的零件 放入震盪機之中 依照不同類別細分各種元件 我們處理這些電子被欺負 最重要就是要取得這些IC 這些IC晶片裡面就是 盤金量最高的地方都在這邊 打破過往製程 信心滿滿地表示 做到真正無毒環保 他是無清廢五金的煉金術師 許錦翔 他要處理一頓的時候 他要產生高含碳量燃燒的方法 或者使用網水下去攏 可是我們現在用這種方法去處理的話 基本上我們用的IC都在這邊了 把這些不起眼的粉末 利用高桌波燒結 許錦翔電殺成金 成功將廢渣變黃金 而關鍵就在於這個神秘藥水 這個藥水 就像你今天去泡溫泉的硫磺湯一樣 很溫和 不腐蝕你的皮膚 許錦翔花了三年時間打通臂障 開發出沒有劇毒 也不對人體產生危害的 綠色化學藥劑 成功研發出無毒波金術 在中間過程當中 我知道金跟硫很好做結合 可是也是因為我的前一份工作 我在做表面化學處理的時候 我了解整個電化學的反應參數 知道在多少的能量下 它是會加速它進行反應 許錦翔費金心弦不惜砸入身家 前前後後投資三千萬來創業 只有因為過去在紅海工作期間 身體亮了紅燈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做表面處理 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 看到非常多人都在使用氫化物 我長期吸入這個有毒的東西 我的肝的部分的這個血管流 增長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醫師跟我說 你不能再長期待在這樣的環境下 因此發薩心願 希望能開發綠色金屬剝除劑 讓高科技產業 可以揮別高污染還有高毒害製程 畢竟科技始終來自人性 而非人命 來是朝向綠色化學的概念 下去研究 可是後來在過程當中 包含到剝除效率要高 選擇性要好 完原率要高 純度要高 所以其實每一個都是技術 顛覆傳統淘金方式減少污染 有效開採程式礦山 從廢棄物中循環再利用 做到真正的綠色煉金屬 在剛剛我們看見了 從電子廢棄物當中 可以煉出真金來 而接下來要帶您揭秘 透過廢棄的太陽能板 也能夠挖出白銀 在過去我們很關心 太陽能板產生的效益之後 可曾想過 當使用20年的太陽能板 退役之後 它的下場會淪落何處呢 根據估計 台灣將在2035年 太陽能廢棄物 將會達到10萬公噸 至於如何 靠著龐大的廢棄太陽能板 提煉出9999的純銀呢 我們接下來 帶您前進公園院去找答案 太陽帶來了希望 卻創造了問題 這是2018年出現在彰化的風景 廢棄的太陽能板 就這樣隨意丟棄在田間 放了至少兩年 沒人處理 這個畫面也揭露出 台灣太陽能產業 背後揮收的問題 為了找出這個解答 我們前往公園院 第一個階段 就會把鋁框拆除 還有接線盒拆除 這一根根鋁框 就是從廢棄電板外框取出來的 未來能做什麼 看似不起眼 其實這才是最值錢的 每公斤賣30到50元 融解後 許多鋁圈和鋁門窗的原料 就是從這邊來的 拆鋁框之後 背板 背板會經過我們的一個 特殊設計的設備 可以玻璃 玻璃開 然後把背板移除之後 就變成玻璃 封裝模 跟細晶片 三樣的東西 拆開了鋁框和 接線盒後 剩下的太陽能板 簡單來說 就像是一個電子三明治 上頭是玻璃 比例最大 佔將近80% 中間是電池 發電的核心結構 細晶圓 也就是電子產品內 所需要的半導體 佔了3%到5 而電池的兩側 是封裝模構成的保護層 之後才是背板 10%的塑膠 傳統的太陽能板 全都被封裝模黏住 非常難猜 如果能將玻璃和封裝模拆開 留下乾淨的玻璃 才能賣錢 玻璃用途沒弄好 就是你在路邊看到的 地磚上面 閃閃發亮的東西 可是像這是一個非常高級的 非常透明的玻璃 就像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那個斑馬線 我們在那些行道線上 裡面都還有玻璃粉 來增加那個夜間 跟著巨大的反射度 我們會經過一個 系統化一個 熱拆解的設備 會進到我們這個窯爐裡面 去讓我的矽晶片跟玻璃分開 看到這裡 您會發現所有太陽能板 只有把原料分離 留下純的東西 才有價值 碎掉的太陽能板 只有透過分選機 金屬和玻璃才能被區分出來 下一步還得用化學儀器 分離出金屬中 含有的鋁銀還有錫等物質 處理完後 我們來看看 純金屬到底能賣多少錢 我們要 這是 這個純度我們稍微查過 我們從這邊拿過來 然後把上面的一些 玻璃雜質去掉 這個是四個九 四個九的純銀 那銀的價格 大家可能知道一件事 台灣有一家公司叫 碩河 賣銀漿 賣到有一陣是 台灣能的骨王 就是因為銀很貴 這是工研院的新研發 透過太陽能板原料分離 區分每項物質 讓飛起的板子 重新再造 組成一片新的太陽能板 落實再生循環經濟 但問題來了 一片太陽能板一撐 就撐二十年 目前在台灣 廚藝的太陽能板少之又少 沒量又沒借數 沒法賺快錢 回收廠商 根本不願意投入 因為一般的太陽能板 它外觀就是鋁框 那一般它廢棄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先把鋁框採走了 但是鋁是比較有價值的 等於說 一般的民眾把鋁框採走了 那剩下的是沒有價值的玻璃 為了提高誘因 2019年 能源局 開始向裝設太陽能板業者 收取每千瓦一千元的處理費 補貼回收業者 以目前300瓦太陽能板 大約重18公斤來算 等同每公斤補助16元 但玻璃 每公斤處理費9塊 運費2塊 加上財工 房租和機台 利潤可能只剩一塊不到 根據估計 每個月至少要有100噸的 廢棄太陽能板 才足以支撐起一家 太陽能回收的工廠 回收太陽能板的這個市場 現在大概會在大概5年到10年後 會有市場 但是可能頂多一年的營收 也大概就是5千萬到1億左右而已 如果也就是說 上市上櫃的這些回收業者的話 這個對他們一年來的營業的營收的貢獻 事實上是不大 這是日本回收太陽能板的畫面 事實上在日本2012年 全國開始大量設置太陽能板 現在已經入回收期 在日本廢棄處理費行情 每公斷3到4萬台幣 比起台灣多出2到3倍 這些廢棄物商載走之後 當然不走掩埋路線 那這些當然玻璃就是走玻璃 比如說日本算是比較北方國家 那房子需要隔熱 他們會用這些玻璃把它抽成隔熱的玻璃絲 去做成隔熱玻璃綿去填在所謂的牆壁裡面 因此台灣發展太陽能產業 上了車後得想好如何下車 才不會讓綠能走向失能 接下來這個產業它也有一個金字 那就是大家每天在街頭巷尾 都會經過的五金行 根據統計全台灣目前有超過 1300家五金百貨店 密度直逼便利超商 而根據估計 五金市場一年就有超過800億的產值 吸引了各路人馬強勢大病 有上市櫃百貨龍頭插旗戰場 也有從一家中盤商靠著五金做到了上新櫃 他們的策略還有背後的金銀秘辛 帶您一同解密 歡迎光臨 首先迎面而來的 是Tiveny藍的主色調 再來是在五金行裡頭少見的木質地板 事實上他們是全台第一家開架式的五金業者 43年前他們從一家中盤商變成通路網 擁有58家門市 2019年應收14億元 估價衝獲百元大關 成為全台最大的五金收散連鎖賣場 一般進來賣場 我們第一個就是會知道讓客人導向哪個方向走 然後一般人的習慣會往右邊走 所以我們一般成列在促銷區都會在這裡 就不會讓它直接往那邊走 五金這個產業應該是說 它就像便利商店一樣 你只要生活你就會用到 但我們比較不一樣 我們是不賣吃的 我們除了礦泉水以外 基本上都是不能吃的 他是這家五金行的第二代 現年41歲的總經理洪古展 12年前從美國回來後接班 那時他們家的五金行早在業界闖出名號 一個喝著羊墨水的MBA碩士 能幫最本土味的五金行改變什麼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幫自家商品導入數位化管理 殊不知重視數據化的決定 卻引來風暴 最大的困難就是一些老的同事 他們對於工作習慣不願意改變 比如說我們那時候要有那個進貨 要直接分配出去這件事情 那時候的殘酷的主管他就比較傳統 他要求所有殘酷人都不准這樣做 所以我只好找跟我一起進公司的年輕的同仁 跟我一起做給他們看 經歷過換血的鑽痛期 如今原本要花三小時的工作 現在三秒就能完成 大幅改善員工加班問題 比如說失竊率好了 我們每年都有訂千分之三的失竊率 給每間門店做預算 每年一開店 大概就準備一百萬要來做被偷的這件事情 因為你在開架設起來 因為再加上員工數很有限的情況 其實那些就是我們要認同員工的損耗 處理完最難搞的員的問題後 接著他開發自由品牌 自創超過兩百種自由商品 跳脫價格撕刷站 以西里康交為例 如今業界九成是跟同家廠商進貨 如今他們自己開發 一年可賣百萬隻 毛利率還能拉高到35% 我們開始跟其他同行就開始做區隔 因為雖然可能數量一千隻 但其實一般的武器 還不可能吃下這個量 可是那時候我們可能有二十間店 已經開始可以慢慢的朝這個方向去做一個 規模化經濟的產工 特別的是他們開店秘訣 不走商業區 反而是鎖定發展中的二線鄉鎮 用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 31年來在西部遍地開花 從開架販售到數位管理 再到自創品牌 顛覆五金市場邏輯 我們的頂固方向 跟一般的店家比較不同 一般店家可能他需要一個 類似車流量或人流量 那我們在選擇上 我們會選擇比較輕開發的重劃區 比如說交流到附近 一般交流到附近 他到市區的人會有一小段路 那如果再交流到附近的點 一般就是客人要回家之後 他會順路經過正五金 這家自作五金做到上新貴 另外一家則是上市貴公司 跨界搶五金商機 從生活百貨古王轉做五金行 門市的對面還是競爭對手 打從2019年開業後 他們短短一年間連開21家 金髮則有三樣 1.店面必須要有250坪以上的空間 還要有停車場 2.販賣品上得超過2.5萬件 3.頭上的日光燈要黃白燈混搭 因為假設全部都是白光的話 可能會給人有壓迫感 比較沒有這麼舒適 那全部是黃光的情況下 可能又會比較昏暗 然後我們保家五金百貨在創立的時候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顛覆 一般消費者的刻板印象 顛覆印象的還不只門市裝潢 就連選點也很特別 他們第一家店不是開在北部 而是屏東潮州 在選擇在屏東潮州 是因為我們看準 它在火車站的一個商圈 然後它的人潮非常的密集 像是台北市或是新北市 沒有這麼大的空間 像你看到的這家店 通常都會我們保家五金百貨 通常都有250坪以上 但你絕對想不到 這家號稱男人的百貨中 最熱買的居然是這一個 我們最熱銷的商品 可以算是枕頭的部分 我們在每一家店 我們其實有算過 我們平均一個月 我們可以銷售到200顆的枕頭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五金百貨就是 會不會是以男性為主 但其實我們觀察到 比較特別的是在台灣 其實因為經濟大權 是掌握在女性的身上 所以通常辦卡的都會是女性 市場越大如何區分客群也曾學問 根據調查全台四大五金行 小北百貨主打24小時營業 144家門市走超市路線 保家21家走的是男女混搭居家用品 鎮宇58家以水墓水墊油漆為主力 聚特立屋擁有7間社區小型店 主打家具市場 俗話說酒香不怕巷子聲 街頭五金巷站 平價早已不能稱王 在分重化的時代 與其走進市場 不如創作市場 歡迎回來台灣新思路的節目現場 還記得四年前 從2020年的1月21號開始 當時有一場疫情 讓全球的產業重新洗牌 直到現在四年過去了 沒想到走過疫情之後 也意外的帶動了一項產業的崛起 那就是家事服務業 所謂的家事服務業 泛指在家庭、僱傭、幫優 還有看護、司機跟廚師為主的產業 因為雙心家庭變多了 於是家事外包就成為現代趨勢 成長率大幅要升到了143.7% 在所有消費生活產業當中排名第一 需求量這麼高 商機當然也增加了 我們接下來要帶您來看 有人就是靠著打掃掃出了一片天 在台北有一位家政婦 因為老公失業 他從幫庸做起 原本他是自己幫人家打掃 後來竟然一路開公司當老闆 現在他旗下有40個合作管家 一個月可以賺進80萬 他怎麼辦到的 來看看他的故事 許小姐姐好 今天過來幫你打掃 比原定時間提早了十分鐘到 這是謝婉玲的習慣 他說第一印象很重要 不容許自己遲到 算一算自己都57歲了 本身還以弄村的年紀 他卻彎下腰幫人打掃 我可以簡單問一下 那個時間大概多重 五六公斤吧 這沒什麼 因為騎車那其實也不會太重 怕客人沒有清潔用具 五六公斤的行李箱 謝婉玲扛了17年 對他來說 這是工作也是責任 這裡大概用弱卷性的清潔劑 就可以處理了 十多年的經驗 讓他一進門就能眼觀八方 從臥房 廚房到客廳 任何一個小細節 別想逃過他的家政府發言 我現在看這個情況 我倒這個杯子截紙 所以我分為二分之一在整理 所謂二分之一 就是說我從這邊開始 這一條線開始做整理 連整理餐桌都有自己一套哲學 這些東西是謝婉玲 一步步摸出來的 30歲前嫁到香港 原本只待在家中帶孩子 卻二度遇上老公失業 那段日子沒有退路 一個女人只能扛起這個家 女人最強的地方就是 當先生沒有辦法支持這個家的時候 你就要站出來嗎 那我覺得一個家庭 不是媽媽稱就是爸爸稱嘛 也沒什麼這種老天爺給我的機會 機會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 當初謝婉玲當打掃媽媽養家 現在她當了老闆養員工 有了自己的公司 合作管家40個 一個月業績可以賺進80萬 讓自己有一個新的想法 第一個自己一定要放下 這個歸零啊 如果說你不歸零 再用以前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做這個是很 就是很low的工作 其實不要這樣想 因為光是從打掃的流程 清潔劑 還有整個時間的掌控 那個都不是我們一般人能夠想像的 說到重點 當打掃變成一項專業的時候 謝婉玲跟我說 平均工作經驗兩年以上的打掃阿姨 時薪是500元 一天做8個小時 4000元 如果你一個月工作22天 可以賺進8萬8 市場真的是很大 我曾經看過我們的那個 家事服務業龍頭 就是說這是有幾億商區 確實對五公司來說 我們其實是希望自己有工作 也可以幫到婦女朋友 訪問結束後 台北突然下起了大雨 謝婉玲整理六公斤的行李箱 要騎車扛回公司 故事說到這裡 成功如果是態度決定高度 我再補上一句話 懂得彎腰 反而能看見更廣闊的天 歡迎回來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新思路 我是院小婉 祝您順心平安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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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來這個 有一點點 發展前方 電視頻 就會等著 會再含 大家 會 發展前方 融